你 你没事吧 没 没事就好 我 我就放心了 听心姐姐说你的病能治好 我有什么病 我没病啊 别先说 是不是你说的 江若水送上天之后 如果还有命在的话 马上和我成亲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我没说过 三公主 爹 主任 快去把三公主追回来 是 主任 他就是如来佛祖手下的官 官 官什么来的 哦 是来抓金蝉子的 金蝉子 就是跟你打架的那个贫僧 他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 因为不好好悟道 顶撞佛祖 怕受责罚 就逃出了新天 这个贫僧 是来抓那个贫僧的 哎 他现在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他一定也受了重伤 而且不会比我亲 你在这里好好养伤 等孝天就抢回来了 让他带着他们一起去找他 天上情形怎么样了 我跟你们出来以后 他们立刻把南天门给关上了 现在我爹和眉山兄弟 在南天门外等着我们呢 我三妹妹 还不知道 天婷现在应该还不敢杀我三妹 三公主 三公主 你别跑啊 三公主 你别跑啊 三公主 是 是 我还是别追他了 主人要是知道我骗他 还不打死我啊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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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没追上 他往哪儿跑了 那边有条河 他跳河了 怎么这儿有天蓬元帅和卷帘天将的味道 金铲子和他们俩上天了 我明白了 他们一定去了瑶池 到了瑶池 就一定能找到他们 啊 有啊 我 公主 啊 开门啊 天鹏元帅 回来了 开门 开门 请 走 你说贫僧回来了 二爷不知道怎么样 咱们再等等我 佛祖降生之时 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唯他独尊 那朕到哪去了 陛下掌管天地明三界 已经够大了 然而天外有天 陛下仍然有掌管不到的地方 难道还有朕掌管不到的地方 比如过去未来 那莫非佛祖能管得了过去和未来 佛祖只管现世 过去归然能古佛掌管 未来则有弥勒佛祖 朕今日方知 果然是天外有天哪 多谢大师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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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师能否留下来为我天庭效力呢 贫僧 此番离开西天 乃是为了悟道 悟道 悟什么道啊 有人为佛祖奉上一枝金色菠萝花 请佛祖讲经 佛祖拈花不语 这时佳叶微微一笑 佛祖便称佳叶已经领会了佛经真谛 贫僧愚拙 追问佳叶究竟悟出了什么 佳叶不语 贫僧以为佳叶乃是以一笑博取佛祖欢心 未必真悟出了佛经真谛 便与佳叶争执起来 佛祖怪罪贫僧贫僧不服 法院定要悟出佛经真意 所以便离开了西天 这才巧遇天庭解纳 是这样 那如此说来 大师是不愿意为我天庭效力了 望陛下不要强贫僧所难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朕就不能让卷帘和天庞拜您为师了 天庞卷帘二将深有佛远 顿入空门乃是早晚的事 贫僧也不急在一时 啊 既然天庞元帅和卷帘大将 此番无缘向道 小狐狸倒是愿意拜金蝉子大师为师 此人品行不端 与佛无缘 庶贫僧不能接纳 我我品行不端 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品行不端来了 品行不端一个狐狸能成仙吗 品行不端 天庭能这么重于我吗 五哥 到南天门外去刺探军情去 如有情报随时来报 那 哎 遵旨 多谢陛下征选 菩萨到了 您请 那个贫僧是不是跟卷帘天教和天空元帅进去的 这里不让我们进 您自己进去吧 多谢施主 爹 看又来一个贫僧 小徒爷 连观音菩萨都不认识 礼敬拜见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菩萨 小儿无礼 还望菩萨见谅 不要多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为金蝉子求见御帝 谁找金蝉子 贫僧 怎么又来了个贫僧啊 娘娘 陛下 贫僧 贫僧 又来了个贫僧 什么 说是叫什么 观音菩萨来找金蝉子 观音 观音来了 快快请啊 陛下 贫僧 要告辞了 为什么 你为何不见念观音菩萨呢 菩萨此番乃是为追捕贫僧而来 追捕 追捕 贫僧不怕受佛祖责罚 悟到之后贫僧自会回西天向佛祖请罪 啊 眷连 小臣在 带金蝉子大师到三十三重天的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里好生养伤 遵旨 五哥 请观音菩萨进来 遵旨 来 多谢陛下为贫僧周旋 金蝉子已经不在天庭了 敢问陛下金蝉子现在何处 他没有告诉朕只是说要去悟道 好 菩萨 金蝉子没有悟出佛祖拈花之意 骨儿开口相问 这并无不妥之处啊 佛祖为何要对其苦苦相逼呢 回陛下 佛家讲究一个悟字 很多事情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若人人都不愿苦想 事事都开口相问 试想 有谁还愿苦苦修行悟道 观音菩萨 朕还是听不明白 该明白的时候 陛下自会明白 菩萨既然是为了追捕金蝉子而来 那么 佛法无边回头是岸 来 贫僧只希望金蝉子早早回到西天 不如这样吧 菩萨的法力是尽人皆知的 请菩萨留下替我天庭退敌 我天庭一定会帮菩萨找到金蝉子 这个 恕难从命 菩萨如果帮我天庭退了敌 本宫保证 将金蝉子送到你的手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此乃交易也 恕佛门之人 不能与陛下和娘娘做此交易 阿弥陀佛 菩萨 来啊 金蝉子呢 金蝉子已经离开天界了 不可能 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呢 他没出去 反正是不在天界了 菩萨 请 主人 主人 回来了 主人 元帅 金蝉子是否还在田田 那你刚才 我那是 说给观音听的 你可真行啊 观音菩萨你都敢骗 我这算什么 我这只不过 就是个小骗子 失败 失败 这个天鹏元帅 两面三刀的 哪有他这么大个的小骗子呀 金蝉子法力之想 事所罕见 天庭有他 我们很难攻进去 来 请 多谢陛下和娘娘为贫僧周选 贫僧已经痊愈 特来向陛下和娘娘慈禧 哎 我天庭之危未解 杨简等人在南天门外 虎视眈眈地盯着天庭 大师 怎么能走呢 贫僧受嫦娥仙子之托 在危急之中替天庭解围 但贫僧毕竟是佛门中人 天庭内物不便多问 望陛下和娘娘恕罪 哎呀 这个杨简等人都在南天门外 你也走不出去啊 是啊 贫僧自会应对 陛下 贫僧有句话 想奉劝陛下 不知陛下愿不愿听 你说吧 请讲 贫僧曾闻 道家之道 乃是以柔克刚 陛下 若以道家之道 来应对眼下局势 天庭之危 可解 以柔克刚 请 来 走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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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送金蝉子大师上路的 哈哈 大师神通广大 杨简十分钦佩 还想请大师再次教一班 法力再强 不过是匹夫之勇 再说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就算你我分出个高低 又有何意义呢 贫僧曾闻 道家之道 乃是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 太精力了 一句话 吃遍三界 贫僧告退 二爷 提防有诈 出家人不打狂语 他们应该不会说谎吧 也不应该使出什么诡计 可是 天庭怎么能放心 让金蝉子离开呢 天奴传旨 用杨蝉的鲜血 来祭我天庭的大旗 朕要御驾亲征 与妖孽决战于南天门之外 陛下万万不可 这样就算是退了敌 我天庭也必将损失惨重 那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吗 陛下可以想一想 金蝉子之言 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 那怎么个柔法 陛下如果听臣妾之言 不费一兵一卒 杨俭若不退兵 臣妾愿离开天庭下界为人 不过 天庭的威严 可能会折死一点点 但是 在折损了这一点点之后 天庭的威严将会再次树立起来 而且 会比从前更加威严 有什么好主意 你就快说吧 臣妾请求陛下 赦免了杨俭 杨禅和哪吒之罪 要是这么做 岂不是说朕以前对姚姬的做法是错误的吗 不 陛下只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并没有赦免姚姬 事到如今 仅是赦免了他们三人之罪 这怎么能让他们三个人接受呢 陛下 现在他们都是陛下的敌人 就算是赦免了他们 留在三界也是一个隐患 不如将他们笼为天庭所用 让他们成为陛下的奴才 这样 三界内 谁还敢视陛下的威严于不顾 嗯 嗯 大师慢走 小臣恕不远送我 偏蓬元帅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大师看来还是想收我为徒啊 你们佛门清涛寡水的 对本帅实在是没有心理 元帅与佛有缘 非贫僧所能左右 大师的意思是说 我将来必定要进你们佛门 这个嘛 好啊 那我就跟大师赌上一把 我将来绝不进你们佛门 贫僧佛门中人不能赌博 你看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们佛门 你们连昏星都不让吃 禁佛门有什么好处 元帅早晚会明白的 贫僧告辞了 慢走 二哥 二哥 三妹 玉帝赦免了我们跟哪吒 我这还没赦免他呢 二爷 现在有了宝连灯和你 我们足够追回两个天亭 他们再有什么阴谋咱也不用怕了 天亭先释放了杨姑娘 已经表示出了有和谈的诚意 若我们再 恐怕会留下世强凌弱之名吧 杨娘驾到 参见杨娘 啊 嗯 陛下有旨 杨俭阳禅哪吒 虽然昔日罪孽深重 等等 谁罪孽深重了 谁罪孽深重了 你们从来就没有过罪 昔日虽然罪孽深重 但念其治水有功 赦免其罪 论功封赏 杨俭阳禅哪吒 上前听风 你打错算盘了 天亭残暴不仁 道行逆时出而反而 为了自己的一点颜面 自三界生灵于不孤 答应若水可以带生灵上天 而后又将他们捕杀 如此的天亭 难道还想让我们 当你们的走狗不成吗 这连小金屋何在 小神在 天阵 将其阿传圣旨 残害天河森林 密谋在南天门截杀杨俭的 五个打下 真假的 我没有我那不是您的意思吗 大胆 你竟敢污蔑本宫 我没有污蔑本宫啊 不是您让我干的吗 胡说 陛下 陛下有好身之德 好 既然已经答应若水在森林上天 为什么还会出尔反尔 让你去捕杀那些森林 你说 是啊 那您为什么 还拟那份密纸呢 你还口口声声是本宫下的密纸 啊 密纸呢 密纸何在 哪呢 按您的意思 消毁了 荒谬 荒谬吧 五个 你立功心切 屡次甲传圣旨 欺君往上 死到临头还敢狡辩 押下去 择日在斩阳队充业急行 并以此事召告三点 娘娘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 刚才我还替你擦汗来着 娘娘 你这么对我 小狐狸心太喊了娘娘 娘娘娘 喂 杨姐 罪魁祸首限于伏法 赶快上前跪地听风吧 罪魁祸首 只不过是你们的代罪羔羊罢了 身为三界的主宰 只为了自己的颜面 全然不懂得对三界生灵 示意仁安 如此下去 迟早只会重蹈覆辙 你这番话虽然简短 但是很有深意 也是为天庭和三界折效 和金蝉子之言不谋而合 本宫一定替你转告陛下 嗯 金蝉子 是啊 陛下正是听了金蝉子一番论道之后 才幡然悔悟 命本宫来南天门和诸位相见的 杨姐 你还有些什么建议不妨一一提出 不管陛下是否采纳 但直言赶箭之功 本宫一定 替你计划 是否采纳 二哥 他此久泼下鱼 你们别伤他的道 杨姐 天庭确有悔意 落水已经送上了天 如此结局已经很不错了 若再闹下去 恐非三界之福啊 李静听风 陛下有旨 陛下有旨 陈堂关总兵李静 挟爱死哪吒治水有功 以往罪孽一概赦免 并赤封李静为拖塔天王 领十万兵马铸守南天门 西下哪吒为除魔先锋 陈堂 杨姐阳禅听风 杨姐兄妹堵截热水下界 后又制服铲除 三山四海妖孽无数 又送热水上天 功继卓著 以往罪孽一概赦免 并赤封杨姐 为招惠险胜二郎真君 领十万军马铸守天庭 一句事与希望 怒血话 瀞瀞瀞瀞瀞 小将奉西海龙王之命 将暗住杨简反上天庭的西海三公主寸心 押解上天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你 放开我 杨简已被赦免 并赤锋为昭慧险二郎真君 从者也一律赦免 西海三公主也在被赦免之列 你们回去吧 是 让你收尽了 你 你才是 杨简 你还有什么条件 尽管听出来 本宫如果不能做主 替你回禀陛下 二哥 再打下去 恐怕会危害众生 霍乱三界的 想赵安必须答应杨简一个条件 快说 杨简不想想管天庭什么兵马 更不愿在天界为官 从今往后 仍然住在关江口 我心意一决 杨简 你再想想吧 我心意一决 杨简 要是天庭有难 要请你来帮忙呢 杨简只听调不听宣 除了玉帝的圣旨之外 其余一概不听 行 行 这一点 本宫可以替陛下答应你 若是玉帝真的听从了金蚕子所劝 幡然行悟 我们又何必与天庭为难 再说诸位 为天庭封为神仙 也是一个不错的归手 李将军 奴大兄弟 你们接纸吧 李将愿意接受天庭赤锋 哪知愿意接受天庭的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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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兄弟 发过誓 以二爷同生共死 二爷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康大哥 二爷 你忘了吗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若为此誓言 天诛地灭 您别看我呀 反正一条狗永远要跟着主人的嘛 再说他们也没封我呀 啊 那我跟二哥拜过靶子 我也要和二哥在一起 老爷 哪知兄弟 就算是亲兄弟 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 从今往后 好好扶走李将军 空了 到灌江口来看看二哥就行了 戒指吧 只听调不听宣 他得了解朕的心思 可朕也不想见他 陛下 陛下应该马上派人 去向他们宣读天规 启奏陛下 李将哪吒在瑶池外候旨 宣他们进来 陛下有旨 宣李将哪吒进见 李将哪吒全子哪吒 拜见陛下 拜见陛下 小儿哪吒 小儿哪吒 小儿哪吒少不更事 还望陛下恕罪 恕罪 朕当初不是赦免你们了吗 这个娃娃倒是可爱 你不禁让朕想起了 你不禁让朕想起了 小小的年纪 竟有如此大的神通 从今往后 他可以享受太子级的爵位 哪吒 哪吒 还不快快信恩 谢陛下 陛下 哪吒以前那样西弄陛下 还变成陛下的样子 蒙骗东海敖广 希望陛下不要怪罪 哪个孩子不顽皮哟 往往少时越顽皮的孩子 长大了就越有出息 好 朕不和你计较你以前的罪过 李靖 我也希望你做一个讲实话 干实事的忠臣 臣定当不负陛下所望 菩萨 可带来了至圣法宝 菩萨花 传如来法旨 金蝉子若能悟出 蔫花一笑之意 灼其立刻返回西天 若悟不出来 灼其堕入红尘 修行实事 再入佛门 我把你 цент最维的你 到处最深的慰藏 跟我在长期间 在长期间 说到你今天是一天 菩萨 贫僧实在无法悟出 年花一笑之意 贫僧愿意遵所所法旨 修行实事 不过贫僧还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此处曾诞生过一只石猴 与贫僧颇为有缘 妄菩萨能将之收为弟子 助贫僧修行 若果然与佛有缘 贫僧自会代为料理 多谢菩萨 后会有请 杨浅 天天好不容易赦免了您 还给您那么高的官位 您为什么不接受啊 杨浅之所以愿意接受赵安 那是因为不希望兄弟们 永远背负着妖孽的恶名 你别过来 三公主 您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嫦娥的一席话 我就回来了 嫦娥对杨浅说 有一个人为了你 被天庭通缉 又无家可录 将来也会无依无靠 你对她是负有责任的 那还用她说 你自己想不到吗 杨浅 一心姐姐 一心姐姐 这是什么 这是我寻遍四海明医 得到的一个方子 可以治你的病 我 我有什么病呢 你有什么病次 你不知道吗 还请三公主四公主明示 你还想不想 跟我西海三妹成亲了 想 那空有夫妻之名 成亲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是空有夫妻之名 即使有了夫妻名分 我三妹也不能碰你 不能跟你在一起 这个夫妻 做了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不能碰我 好 那我来试试吧 你别装了 装 为什么不打喷嚏啊 我为什么要打喷嚏 不是闻到我们身上的味儿 你会打喷嚏 还会长疙瘩吗 主人 主人 三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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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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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敢了 救命了 够热闹啊 都在啊 够热闹啊 多谢元帅 昔帅 昔帅 昔日对杨俭兄妹手下留情 之前不敢名言 今日重谢元帅 杨俭 这事还是不提为好 我跟你们不一样 在上面当差酒了 胆小 元帅礼物请 不不不 杨俭啊 我可看得出来啊 玉帝现在还没消你的气呢 咱们还是不要走动太近 我呀 念完了这个天规 我就走了 且慢 不知天庭如何处置五哥 现在小金屋正在督办他的案子 死 他肯定是死定了 就是不知道他死到什么份上 他那活该 就他那样 死十个来回也不亏 我看你也够死 十个来回了 我就死一个来回 就就够了 还闹 元帅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不如喝杯喜酒再走如何 喜酒 谁的喜酒 杨俭与西海三公主的喜酒 看来你是真的跟了他了 来 不对啊 杨俭与西海三公主的喜酒 她的喜酒我能喝 那你的喜酒我可不能喝 为什么 对不起 你让我证明了 我会得到他 你喝的